这是一个关于Locoshop软件的使用教学视频 先打开软件 然后设定参数 将这里的参数设定成与设备一致 包括这个供应参数构选保存 点击确定 然后也可以设定针头 稍微针头分明对应什么颜色 什么型号的针嘴 点击颜色 选择颜色确定 选择相对应的型号 当你选择型号以后 这里的针嘴的内镜 外镜也会显示出来 然后再勾选一个对针胶头 选择一号 然后选择显示针嘴的外部路径大小 这样可以看到 针嘴实际到模具的路径大小 点击勾选 保存 点击确定 导入一个 接下来导入一个文件 导入支持以下格式的文件 我们今天演示的是一个AI的路径文件 来选择一个Input AI 在桌面 可以看到有一个Test AI 我们点击 点击打开 视级屏幕中央 这是一个整个模具的一个AI路径 我们只需要当个的 所以我们要把多余的 复制的三调 这个情况也需要三调 保住所需要做图的路径 完了以后我们在边栏可以看到 插入相对应的现状的一个提示 图例点 直线 多段线 巨型 圆弧等 那选择相对应的图形 三调形 比如说三调形 我们选择一个图例点 进行打点 这个图例点 你确定 确定 我们就有两个点 打完点以后 我们如果想要对点进行编辑 我们可以选中这个点 选择不一样的颜色 包括它的一个供应参数 上台 包括它的一个 往里有点去 设定 那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 22 这是进行修改的一个部分 确定 然后我们选择下一条线段 然后选择一个夺断线 确定第一个点 第二个点 第三个点 第四个点 我们确定结束 现在是我们整个这段线 改平原图 我们做完图以后 你可以看到 如果需要对你颜色的进行修改 针头 包括颜色 可以选中它 更改其它的颜色 包括供应参数 然后勾选 整个设定即可 改完以后 最后一副 我们设定一个 基准点 就是 针头 进行教程的一个点 在这个知识上面的一个点 设定它 设定完成以后 我们 可以点击导出 内容一个导出 内容一个导出 导出 导出到选择DSP3000 然后创建一个名字 保存 你的电像确定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的 在这边有一个TEST2 这个文件 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把它做到 找到一个U旁 用U旁 找到我们的机器 TEST2 VSJABB 好 我们检查一下 可以看到这个文件在U旁里面 然后我们 弹出U旁 用到 机器即可 然后进行对点 不要 是 大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